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我是Yoko,我是Yoko 今天的Yoko想过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优衣库的春季单笔 这些衣服呢,都是我在实体店购入的 因为最近国内疫情又有点防复 所以呢,很多包裹就到不了 其实这种购物方式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去实体店购物的话 很多时候你可以淘到一些很便宜的豪物 就像我身上这件T恤,U系列的 不过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 我会把货号写在这里给你们 我购入的价格是39块人民币 超级便宜,它原价是99块 它这件是树干系列的 所以它的面料是比较轻薄的 我给你们看一眼 是有一点点透敷的 夏天窗应该是很凉快的那种 比他们U系列现在在卖的正价的那一款 T恤是要薄一点的 它版型是这种宽松的版型 然后是前面短一点,后面长一点点的 如果你们正好缺一件这种白色的呀 或者要更新自己柜子里有的一些白色T恤的话 那就直接买这一件去穿就好了 反正又便宜又好穿 穿坏了扔了也不心疼 那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 看一下我在优衣库选了什么好看的单品 当然衣服好不好看 这个事情是非常主光的 就是我觉得好看 你们可以觉得不好看 这完全不是问题啊 你们要觉得不好看 你们不要买就好了 如果有喜欢的你可以跟着我买 反正钱也不到我口袋里 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 它的领子是这种风衣的领子 能看到是一种大方领 这边还有一个剪裁也是这种风衣的剪裁 这件风衣外套呢是JWRM的时候今年新款 我这里呢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基本夏天所有棉麻质地的衣服都是优衣库薄板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是做棉麻系列做的性价比最高的一家 如果你们喜欢穿这种质地的衣服的话 直接去看他们家的产品就可以了 都是那种基础款 穿起来很慵懒很自在 透气性很好 稀罕性很好的这种衣服 唯一一个大的吧 就是它每次穿之前都需要运 它一定会皱 然后你做久了它也一定会皱 可是它真的非常的好穿 这种白色的裤子是跟Innet合作的一个米白色的一个西装裤 大概是一个九分裤 非常的好穿 上身很舒服 它面料还是属于那种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那种面 它穿起来是有版型是好看的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口袋 然后这边是有两个侧面的一个口袋的 虽然它是一个白色的裤子 可是它不是特别的透 它不会透出你的内裤 当然你也不能穿一个黑色的内裤 你要穿一个稍微浅色一点点的 这件裤子最近在他们官网或者实体应该是有在做折扣的 如果你有习惯的话 可以趁现在打折的手 这一套戴起来就是很秀气很大方的一套 它这一条T恤的面料也是这种比较轻薄的 轻透型的面料 不是那种特别厚的面料 这件领衣裙也是可以这样单窗的 我觉得单窗也非常的高级好看 它的领口开着其实不是特别低 我觉得是一个能接受的范围内 如果你们觉得太低的话 里面就穿一个小吊带就可以了 因为当初的时候会把腰带这边系的比较紧嘛 所以它这边的剪裁的话就会有一个立体度在 会这样突出来一点点 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蛮好看的 反正这件领衣裙是我目前在优衣服看下来 比较值得录的一件领衣裙 我的首选颜色是白色 可是白色的话基本不能当窗 下面穿任何内衣基本都能透露出来 要么就是黑色要么就是绿色 绿色的话我觉得颜色上面它是更加的出彩一点 可是它也会让别人更加容易记住你那点连衣裙 黑色我是觉得它比较日常比较百搭 然后它的记忆点不会那么的深 这只是个人的一个观点 你们可以买任何你们喜欢的颜色 因为下面这件衣服比较年轻 然后比较青春洋溢 所以下面我就搭了一双这种德讯鞋 这件上衣真的是太好看了 颜色真的是太好看了 特别的春天 春天到了就要穿一点这种亮黄色 绿色粉色这种颜色就会觉得很有朝气 这件上衣弹性很好 轻腹性很高 是一个百分百全棉的 所以穿在身上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如果你们平常穿这种框的这种领子的衣服比较多的时候 可以搭配一条这种特别细的锁骨链 每次你动的时候它都会有一点点的反光 看起来会很加分 然后这件裤子还是刚才那一件 Innes的那一件西装裤 我觉得这件西装裤很百搭 特别适合离型身材的姑娘们去尝试一下 这件给我穿的反应 我看一下基本是正好的腰围 然后正好的臀围 这件裤子偏大一点点 我平时在他们家是穿166644的 644应该是一个25 然后这件我买的是62 就是偏小一码 另外一种冲浪方式 就是拿它来当一个这种小小的披肩 披在上面或者冷的时候 直接罩在外面也是可以的 让我来说 让我来说 冲浪方式 最后的一天 自由地雾 要不要打开 让我来打开 在这里 我这边要打开 我妈妈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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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上衣是一个3D针织上衣 是一个V领带菠萝领的这种针织上衣 所以它是没有缝合线的 它是一气合成的 整件衣服穿起来的版型会很好 很贴合每个人自己的身材 这个已经是我在他们家买的第二件 还是第三件 然后这个是一个五分袖 是到手肘上面一点点 手臂比较有热肉的女生都可以遮掉 它不是那种特别合身的 是有一点垂坠度的 因为它是一个针织面料 然后它的面料也是这种纯棉的面料 穿起来舒适度很高 它这个颜色呢 又是那种橘色当中 带一点点咔色的感觉 会比较显得气色比较好 还有就是比较显白一点点 我觉得 Tianpita呢是一个五分裤 是他们家的一个西装五分裤 它是一个样码跟巨子纤维的 棍坊的一个面料 面料比之前Invest的那件白色长的 九分裤要轻薄很多 能看得出来吗 颜色是稍微透一点点的 标签这边是有个松紧带的 所以它包容性蛮好的 下面可以这种放不鞋 或者配一些凉鞋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看的 它这件五分裤的裤脚 做的不是特别宽 所以它穿起来 是不会压个子的 穿起来也会比较显瘦 你们可以买过来尝试一下 这件衣服和裙子都是Invest系列的 它都是在蓝色上面都会有一些红色的这种点缀的 然后我觉得这件裙子的颜色真的是太好看了 超级无敌显白 是一个green蓝 如果你们想显白的颜色就买这一套就好了 不过这个颜色我觉得也蛮挑人的 不所有人都能驾驭得了 你们按自己的创作习惯和风格去决定要不要买啊 我是觉得我可以尝试这一套的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套颜色我真的不会整一套都没有这样的衣服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黑白灰这几个颜色的 这件裙子的话它会有很多很多的皱褶 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 后背的话它会显得你的屁股 这边非常的薄 如果你们是有一点点小腹的话 其实它没有那么的新小腹 如果显的话也可以认为是这个连衣裙自己皱褶带的关系 这边是有两个小口袋的 口袋也是蛮深的是可以用的 它整个面料也是这种棉麻质地的 穿起来很舒服 还有给人感觉就是很慵懒 像那种就是法式度假风的那种慵懒感 这个上衣的话是一个八分袖 然后它整个袖子都是这种偏大一点点的 衬衣的领子是一个利领设计 只有三个扭扣 不是全开到下面的 所以它不可以敞开来当一个外套来穿 如果有给你们推荐领衣裙或裙子的话 你们一定要珍惜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爱穿裙子的人 我是 这套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点 它都是基础框 这套唯一的亮点在于两件衣服 它都非常非常的舒适 身上这件白色的V领的T恤 它是一个素肝类型的T恤 买的是一件Elma 穿起来比较大比较放松的T恤 裤子是一个休闲裤 版型的有点类似一个九分裤 它就是一个运动裤的面料 非常的轻薄 非常的有弹性 横竖都是有弹性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一个的小孔 非常的透气素肝 这种裤子就特别适合爱流汗的人去穿 它上身的感觉也很好 是那种比较裸感的感觉 它的腰是做的这种松紧带的腰 所以穿起来很舒适 里面还有个抽绳 所以你可以随时做调解 不过这个抽绳的话是做在里面的 也不影响它外面的穿着 这边给你做了一个带拉链的小口袋 可以放一些比较容易掉的东西 T恤的话你们可以买 视频开头给你们介绍那件圆领的T恤 它性价比更高一点 这件的话呢是因为它是一个V领 穿起来整个型还是蛮好看的 所以如果你们正好想找这种V领的 又不是那种开的特别深的V领的话 那可以考虑一下这件 好了 那今天又想过来跟大家分享的 优衣库春季单品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视频点个赞 留言转发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每次更新的时候 你们都会收到提醒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了 拜拜